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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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不會再看見 離別是微黃色的甜 有些人註定不會再見 那些曾青山的臉 我拿起棕綠樹的葉子 放在青色的石板前 祭奠那些流失的青春 和曾夢動的誓言 風在歌唱 唱他曾去過的地方 在黑暗中 有朵花為你開封 當你撞過頭的那一瞬 晚下般美麗的笑臉 它曾開在 春日的暮刻期間 在舊上的說明 你在這兒做的 傳統的故事 我都不是 你都不相信 她是在你 你也不相信 我 她是不相信 我去玩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相信 你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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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她是调味品 她是不能当饭吃的 你说喜欢的那个郑薇 那个娇滴滴的女孩子 在你的好日子来到之前 她究竟能陪你熬多久 就算她愿意陪着你熬 你的心里就不难受吗 贫贱夫妻百事哀 你要是吃了苦头你就会懂的 所以你害怕听这些 那是因为我说的这些道理 你心里都明白 你今天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 你的内心就没有痛苦过吗 你说你爱她 可是当你在现实里 跌了跟头的时候 你迟早都要恨她 你的选择 从来都不是在我和她之间 你一直都是在你自己和她之间选择 你自己考虑清楚吧 晴诚 开心紧辛苦了 你别说那小姐 我坐下来 不用 decelight 那小姐 你又怎么了 怎么了 大正 我等你很久了 我好想你 我不是在这儿吗 会不会有一天 不要我呢 你说你爱她 可是当你在现实里 跌了跟头的时候 你迟早都要恨她的 你的选择 从来都不是在我和她之间 你一直都是在你自己 和她之间选择 阿赵 你怎么不说话 我不会离开你呢 我不会离开你呢 永远不会 薇薇 你什么情况啊 你说留下就留下 说回来就回来 你是不是找男朋友了 爸 你别管 你别管 不是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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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薇 再叫一声妈妈好吗 妈妈 天晓 速实 虽然 你 我 我能跟你一起睡吗 当然了 喂 爸 那个 薇薇 那个 老爸要和你谈一谈 这个男朋友的问题 喂 喂 喂 爸 你得跟老爸说 我这信号不太好 喂 喂 喂 你啊 薇薇 要谅解你爸 去当爸爸的 知道女儿有了男朋友了 那个感觉呢 就像是 种了一季的白菜 突然间被猪给拱了 猪 陈小春是猪 是猪我也喜欢 那你跟妈妈讲讲 你都喜欢她什么呢 陈小正 她成绩特别特别地好 在全校都排得上名次 然后她比我高 这么多吧 而且很帅 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追导手的 不过她现在也对我死心塌地的 而且 她也有很可爱的地方 比如说 她也有粗心大意的时候 她经常写字的时候 刚笔墨就粘在手指上 然后我就会帮她擦掉 她对我也特别好 嗯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她会 好吃地都让给我 然后 平常 我走路 如果走累了 她就会骑单车地带我 然后 来图书馆 嗯 就看到你开心的样子 是 妈妈就放心了 我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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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太好 你不太好 我看她 相逢是首歌 相聚是快的 相聚是快的 亲爱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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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阳光明内的日子 我们相聚在华 见证大年 你们送走了十年传传苦读 迎来了今朝 今朝 今朝 今明时 期待你们在 接下来的学习 今朝 你们的学识 才能让建筑中 不是你们说 咱们学校这广播站 也是醉了 四年了 整整四年 也不让坏语 真是时光如水 生命如梭呀 你这句和那个 相逢是首歌 相聚是快乐 一样的俗套你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 今年是我们在大学 最后一年了 不只是我们最后一年 也是老张 工程 大虫 开阳 还有阿正的最后一年了 说曹操曹操他就到了 你们俩还愣什么呀 张开 干嘛呢 用扣牛包 在哪里 我直接教你们 张开 对 你俩能张开 在干嘛 我 我跟你说 你说 还在给师妹他们说什么呀 肯定在矿 肯定是拿我们当榜样 在教育师妹的 这么做不是好扁上 整天逃课不好学习 被学校处罚 在这跪着迎接你们新生 对啊 我们学校还有这个长的 对啊 我们开一家 不过我们装校呢 来 你看 他们四个多 二 二吧 别理他嘛 走 走走走 那 那 那 不要说 我先回去了 你们接着玩吧 走了 小北 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啊 那个 那个建国大业要上映了 我们有空一起去看吧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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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吗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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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一场啊 谁怕谁啊 你少来啊 祝你 好了 怎么了 没事 今天天气真好啊 这么蓝 难得那么漂亮 那是因为你没见过 我家乡那天 比这还蓝 还漂亮 你家在哪儿啊 我家在大兴安岭的 林区里面 漠河 听说过漠河吗 就是 咱们国家最北家 我家乡比北极村很近的 所以冬天有八个月的时间 是咱们国家 唯一可以看到 北极光的地方 北极光 见过北极光吗 没有 有机会啊 我得去看看 你这什么表情啊 你不欢迎我 随时欢迎 这场子 走吧 走 走 好地方啊 我答应苏西安 陪他们吃饱锅呢 你先陪我吃两块 我答应苏西安 快点 快点 乖你 老太太 我跟你说多少遍 你就是听不明白了是吧 我年纪多少回了 我年纪多少回了 比较不改 你别以为你认识 这个臭少爷你就牛了啊 我告诉你老太太 今天这生意我让你做不成 我打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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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呀 我别咋呀 干什么呀 你咋呀 你来得正好 我就等你了 我打 别咋 别咋 干什么 别咋 人家做这点生意多不容易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别以为你在学校 认识几个臭少爷 你就了不起了 是吧 你可怜他 还是可怜你自己啊 你给我铁开 给我当 小飞 别让你对女孩动手的 你看 别以为你有钱 你就了不起 干什么 我最能打电别人 跟我说这句话 我松开 我松开 我告诉你 我是学校的保安 我按照校规 维护周边的秩序 今天谁从来也拦不住我 请我砸 别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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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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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妈 妈 阿姨 妈呀 没事了 妈呀 还这么着急 干什么 给他电话叫救护车 快啊 快 快 快 去 许开阳 是我 放心吧 你们又直接参与 这种暴力事件 不用担心 你没事了啊 朱小北是吧 有什么事情 不能好好地协商解决啊 遇到这种情况 为什么不向安保处反应 不到组织上来解决呢 怎么能够直接就在校外 进行暴力处理的呢 安保处行动叙事吗 一点小事情 是有这么大吵大闹的吗 一点小事情 我妈妈都生成那样了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 喊什么喊 嚷什么嚷啊 人家小李 也是为了维护学校周围的环境 也是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办事 当然了 今天这件事情啊 处理一点过激 下文威力 但是啊 你母亲 在学校周边随便摆小摊 这本身就是违反学校规定的行人 况且你母亲连这个 未生许可证都没有 这必须要接受罚款的 罚款 你们这是对人权的践踏 我母亲别人能接受罚款 别人能接受罚款 你什么态度你啊 你什么态度 你这是认错的态度吗 你不要得理不饶人 朱小北 我还没找你呢 你在校外跟校保安欧洞 这个心思特别恶劣 你们这样处理觉得合适吗 凭什么把责任都推给我们啊 许同学 这是学校的规定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 当然了 你只是路过 你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惩罚 这出了事情 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 一个人啊 连自己亲妈开麻辣烫摊都不认她 你会是什么好东西吗 小北 小北冷静 小北 小北 哎 小北 还没了 别人过来 我不省场了 有我们的家伙 有我的家伙 有我们的家伙 哪个在家伙 我自己的家伙 我现在就要发着 可以吗 那么你 它 一家伙 小畏 破应该 冲墟夫 你在干什么 你在破坏局上公务 这个行为 这是谁求你 你不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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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集 土木工程专业朱小北 该生故府从学校管理 与校保安发生冲突 情节严重 影响恶劣 经校委会研究 决定给予朱小北同学 开除学籍处分 给予校保安队长林扬 停职处理 希望广大同学引以为戒 自觉遵守校规校计 做一名合格的学生 小北 别哭了 装的哭话 小北 你不要走好不好 小北 我错了 我错了 你不要走了 我以前不敢说你们家穷 我不敢说你都钱 还有那两百块钱我找到了 是吊在柜子底下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小事啊 别哩 都是小事 我家里是穷 我一直也都没告诉你们 因为我家特别地小 因为我家特别地小 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 所以从小我都是跟我妈 挤在一个床上睡觉 洗澡的 也是公共预迟 每次为了省水省钱 我就跟我妈妈一块儿洗 所以刚开学的时候 我都不敢自己睡觉 一个人洗澡也不习惯 wspól 是我 把你的话说给昨天日的 不是小北 是我 对不起 我不是你 我不是 Es我对不起 你们都打成那样了 我这个纯爷们 总得发挥一下作用吧 我实在是不想咱们宿舍 再有什么不愉快的发生了 薇薇 你不是觉得 玩花瓣特别帅吗 给你了这个 薇薇 你不生我气了 不生你气了 你说得没错 是我对不起你们大家 你们大家都把秘密 讲给我听 可是 我总是守着我的 那些小秘密 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面 现在其中一个 被你们发现了 我觉得轻松多了 感觉好像离阳光 更近了一步 小白 我那天 我不跑了 薇薇 你们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喜欢玩滑板吗 哎 你们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喜欢玩滑板吗 因为每次 我踩在滑板上 就觉得自己是在 遇风而行 有的时候 眼泪流下来了 风就给吹干了 让我觉得 就算难过的时候 也觉得自己 上帅了 拿着吧 小白 这是你喜欢的东西 傻瓜 跟这个滑板比起来 我当然更喜欢你了 来 为我们和好了 对不起 小白 还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吗 你们都别哭了 就是帮我最大的忙了 来来来 爱飞们 你们都别哭了 哭得真多好心疼 给朕笑一个 来 追爱飞 笑一个 笑一个 让爱飞笑一个 我爱飞 你们笑一个嘛 想你们笑得比哭还难看 好啊 我要洗个澡 干干净净地离开这里 我要和你一起洗 我也要 我也要 真的 不是 真是一个机器 我们走 我们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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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还有个东西要拿 喂 喂 你愿不愿意送我个礼物啊 你要什么我都送给你 我要的是一个你不要的东西 我要的是一个你不要的东西 就下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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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匆梦一场 我 这边就下期了 我好 我都好 你怎么知道 你不愿意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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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事 你不愿意送我 那我都给你送我 我不习惯突然的长大 太多诗心话 太多的想法 没盛开就变成凋零的花 青春啊 请你留下吧 不要让我们各自填涯 太多诗心话 太多的想法 没盛开就变成凋零的花 青春啊 请你留下吧 不要让我们各自填涯 还是会牵挂 还是会挣扎 让所有遗憾 都随着风去吧 好久不见 你要回国了 嗯 一路身份 谢谢 其实我走之前 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想让你再陪我去吃一次甜品 我今天特别想吃提拉米苏 你知道吗 很多中国人给提拉米苏 编了一个浪漫的故事 说她的意思是带我走吧 其实在意大利 只不过是提起来的意思 是个一点都不浪漫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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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都是以讹传讹 很多事情都是以讹传讹 你说我说得对吗 你说我说得对吗 你说得没错 你说得没错 谢谢你的将解 受益匪浅 这段时间 我们就像流落在荒岛的两个人 我们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 我要谢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的温暖 从今天起 我希望你能好好地跟过去告别 找到一个真正跟你有缘分的人 好啊 成你极眼 再见 还是别见了吧 如果我再见到你的话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对 最一开始 我是故意不想给你 到后来 是害怕给你 现在 到了应该给你的时候了 我把你给我打开 我让你打开 了 那你拿着招牌 我就叫你 就放下来 寻补了 用帮子 我把你的手势是可以 让你让你放下来 你把你把我拿来 你把你拿来 你把你拿来 你把我拿来给你住一个人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一个 请问我哪儿找到 我买了 你好 只要你过得幸福 只要你能够快乐 无论让我做什么 付出多少 我都心甘情愿 这是你的冤枉吗 开工了 营业了 重来啊 开工了 为世界和冰卡杯 为世界和冰卡杯 来 来 来 烫不出来啊 你还挺能喝的 喝那么多酒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好的男人 你是上帝创造出来 考验夏娃的苹果吗 我知道你心里有多难过 你这么难过 还在一直祝福远方的 那个她 我甚至希望 希望我会是那个她 希望我会是那个她 那我都悔了 你不说我 你不说 搞那 你不说我 那我是 你不说我 在报告 要不要 你不说我 这么一个 但是 你不说我 没有 那我 没有 闹 换案结果不是很好 你爱人查住这肝癌 已经是晚期了 喂 静儿吗 你把痘癌症了 你敢回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算是回来了 爸 这么说 你是原谅我了 我这个人不好 太自私了 这一点连我自己都身无同缺 好端端的一个家 就这样毁了 事业也毁了 现在连自己的身体 也无可挽回地毁了 报应 报应 这都是报应 爸 这都是我的错 我这是 自作自受 别想太多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猜这里干什么啊 什么叫危急生命啊 这手术不是救人的吗 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但这是规定 什么规定啊 我病床 我不猜 我不猜 请您安静一点 这里是住院区 不要影响别的病人休息 什么叫安静 我不是挺安静的吗 我 我跟你说啊 他们跟我说 所有的这个主任大夫 都约出去了 你们才突然发现送过来 医院的大型手术 都要提前预约 你父亲的病情 确实是不能再妥了 否则可能会恶化成癌症晚期 现在做不做这个手术 你们自己决定吧 大夫 这边呢 这边呢 接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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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挤啊 同学 包 包 接过一下 这是男人国吗 魏总 魏总 阿正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学建筑设计的 谁不想试试东方星辰呢 这就是东方星辰啊 阿正 走 我们也去看看 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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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招聘几上写了 只收男孩 不收女孩 为什么呀 这不是赤裸裸的 性别歧视吗 这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女孩 会怀孕 会生小孩 会分心 会以家庭为重 这种活累活你们又干不了 这东方星辰 是以建筑为主业的 你不收你们女孩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吗 怎么办啊 阿正 我还想着能跟你一起 进东方星辰 现在连机会也不给我 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情况 这样吧 那 魏总 阿正 我这边简历递完了 我再去别的公司看看了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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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就不说吧 我陪你看看也好 走 走 我老婆 走了 我老婆 我老婆 我看看 我们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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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 你帮忙 我们不说 �지不mans 我们不说 那边 我 我 都不能说 我们不说 一般情况都是会留下他的吧 我听说啊 现在大企业都特别担心人财流失 照我说呀 什么感情留人 报酬留人 通风通都不管用 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人财双职工化 这样才能稳定 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我们俩成为你们的双职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为企业奉献出我们 全部的青春还有热血 如果 我把你们俩都招进来 最后你们俩没成 那怎么办 那也没关系啊 别说我们以后 一定能成得了 就算真的成不了 像我这样青春老美 不是 有学识有技术的女大学生 招进你们公司 也是给你们公司的单身男员工 蒙福利啊 对啊 小姑娘胆挺大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土木的 你看 这儿 土木 我看你挺像学播音主持的 好 好 好 实际 你们俩的资料 我们留下了 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有消息的话 会尽快通知你们 太好了 一定要通知我们呀 谢谢您 拜拜 您别介意啊 大家跟我说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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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到天明 听晚风海袭 时光却松松老去洒水着路过 中西城市的记忆玻璃窗 一个一个像酒店鱼 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 当时青春年少 我们相遇太早 轻轻牵手拥抱 都是太多心跳 岁月汹涌波涛 撑伞恋人毫无预长 还是能被你忘掉 听晚风海袭 时光却松松老去洒水着路过 中西城市的记忆玻璃窗 一个一个像酒店鱼 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 当时青春年少 我们相遇太早 轻轻牵手拥抱 透支太多心跳 岁月汹擠玻璃窗 中西城市的记忆玻璃窗 中西城市的记忆玻璃窗 时间无尽随随碎 只能向前掌口 就梦记渡飘渺 醒来已经不开寻找 何时能被你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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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询 询